迫 定金條 然後 標指 起 拿 是不是起 一提 出去出去 一打 一分 拿 踢 分漏常用的 譬如我正身打龍營有沒有學過 五營 五營有沒有教過你們 一抱抱住 龍抱珠 一抱 這就是分漏 這隻手 這隻手要回到寶 一迫就迫住 定金條 這個 分漏 迫 定金條 然後 標指 然後起 下下下下 那些 一挖 標那些 這就是分漏你公自仆虎常用的 還有我們 這裡 正身舖 拿 是吧 迫爭 來 定金橋 如果這隻手看不到就看我這隻 敢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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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這隻手埋的時候 拿正中線 拿這條正中線 穿手入 這裡 標 化軟 標指 是否起 然後一手打 我便提 一提 噗 撞上去 一沉沾 化軟 然後一化軟 這些 你打開一個袋 不是豆袋 是沙袋 切沙掌 那些 一手 砰 打開 掌背 掌筋 一印 掌刀 手指 可以嗎 我打北派 也有 打北派 鷹爪 也有 大鴻拳 但是我們做這個 因為我們這個就是 譬如師兄 你一打 我一打 師兄向後退 抬 打這些 打琴撈 所以我們有些動作 在這裏 托 這裡 方法不同 通常這些我們要切什麼呢 一拿 出去踩腳 哈哈 這樣 所以就會出現了這個動作 一打 在這邊 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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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打 一分 拿 踢 鷹爪番子 一鏟 這裡下 換手 一拿 翻瓜式 北少林就叫做翻瓜式 像捧著那個瓜 翻轉 這樣 翻瓜式 然後翻回來 掃 然後師兄一退 然後沉 扭伸咬布 這樣可以 可以嗎 你看到南北的分別 同樣大家都有 已經有這個動作 但是那個動作鋪排 那個忌激模式不同 因為大家的地理環境不同 文化背景 地理環境有些不同 是不是你看到 直線地來的時候 那個動作就不會產生一個 是吧 大家 因為打南方拳 很多時候一逼 你埋 埋手中 一埋 一抓 很多時候他們就拿 一埋 一埋 那我先守住中路 我一開散 分樓 然後埋 是否要護住 這裏 一逼 是否要去定金橋 這樣先看完 我們先看完 先看完 所以這些 拿 就是做這些 是吧 大家的技術層面不同 這些就是 一埋 是吧 撐開你的 一埋 這些就撐 是吧 然後你的手 如果我承受到力的時候 我身要吞 如果我身不吞 你一拱過來 所以你的位置下 下 下 這個手去 就是撐 是吧 如果我這個手 沉 拿 標 短距離 一定是定金橋 這裡 短距離 它軟了 這裡 是吧 它一拖我的 上 起 拱 這樣下去 是吧 它一沉 可以 那些 又是那個 不要拍照 拍照 太傷 太危險